现在讲丁火喜记总论命令分析第二讲 手中这本资料的一种 把资料打开到第十一 看命令八 前噪 新丑年 丁有月 丁四日丁未时 丁有月 那这个八字呢 天干上有三个丁火 一个心金 生与有月 不仅如此呢 私有丑汇成了金菊 地支 会金菊 那么前文呢 咱们学习丁火喜记总论的时候 说到 生与私有丑月 为妙 比较妙啊 丁火呢 他喜欢生与私有丑月 原因是私有丑月 金旺 他生与有月 实际上命主呢 他生与有月 而且地支形成了金菊 金菊 又透出了丁火 那这三又透出了心金 透出了心金 那这三个丁火 在做什么事情呢 在刻心金 不但要刻心金呢 还要占有这个心金 毕竟呢 心金是命主 是财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命主 这个丁火 有没有本事 把这么强盛的财 给占为己有呢 心金 并且呢 丁火生与有月 这显然是财望 那他有没有本事 占有这个金 这就很重要了 那如果呢 自己没有这个本事 即使前面是金山银山 也只能是望阳星探呢 他生于丁卫时 这就很重要了 因为卫是木库 生于丁卫时 卫为木之库 为丁火提供能量 那于是 丁火就源源不断 丁火呢 它就不会灭 何况呢 其中一个丁火 还跑到了有金 这个终神之上 于是呢 他就把 这一大堆的金呢 把这一大堆的金 炼成了珠宝 炼成了首饰 比如说 金香链 金手镯 等等 他就能得到 这些很贵的金术 所以呢 命主是个非常有钱的大富之人 很有钱 好 复盘一下 首先 丁火呢 生于有月 前面 讲到丁火喜记总论说 生于私有丑月 很妙 那它真妙不妙呢 那我们就看 丁火由于坐在胃库之上 胃库作为木制库 能为丁火提供能量 源源不断 心金呢 下面有金 菊 作为支撑 心金呢 是这个私有丑 会的金菊的代表 所以这个八字实际上 差不多就有两种五行 一个是火五行 一个是金五行 然后呢 这个木火为一档 木火为一火的 木头为火呢 提供能量 然后得到 并且占有 这个金菊 得到 心金 占有 这个金菊 把心金的根源 都牢牢地掐在了自己手中 所以命主唯一有钱之大富之人 好 189 25 26 76 46 189 2526 7646 好 这堂课就到这里 再见